民主黨歷史性首次 與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正式會談 地點是中聯辦 出席的包括民主黨三個核心成員 政府主席何俊仁、劉慧卿和張文光 中聯辦之後還破天荒 在四季酒店召開記者會 李剛說與民主黨會面氣氛坦誠 他希望對方在政改表決的時候 可以投資持票 我們希望民主黨能夠求大同 從純大儀 投出 做出負責任的決定 以實際行動 來實現 全國人大規定的時間內 實現普選 來創造條件 李剛又說會面的時候有 港度立法會功能組別存費問題 關於功能組別問題 有三成六到五成的市民認為應該取消 而有差不多四成的市民認為經過改革之後 功能組別可以保留 也就是說這兩種意見相差不是很多 我們的方針就是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而沒有說一國兩制由中聯辦來治港 所以我們要消除這樣一個誤解 民主黨也在之後召開記者會 主席何俊仁說 對方嘗試說服民主黨 要先支持方案 但他認為大家立場有分歧 民主黨會堅持自己的立場 2012年那個具體的進一步的改善 能夠將五席的新功能組別的選舉 將它開放給全部市民去選 等到現在被剝奪了 在傳統功能組別裡面投票權的人 都可以有投票權的話 我覺得真是毫無寸進可言 甚至是有倒退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真是沒有辦法 可以說服 或者是要求我們的黨員 支持今次的政外方案 民主黨又說 已經要求對方答應 2012年新增的五席區議會 功能組別議席 要由市民投票選出 也要清楚描述普選的定義 以及2017特首選舉 提名民主程序 不可以高過07年特首選舉的提名門立 否則民主黨沒有任務空間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譚宇重報道